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呢是這個媒體人 迪志偉 鄭大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藝人蔡湘怡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眼科醫師 黃佑嘉鴻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命理老師 廖美蘭廖老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另外是律師蘇嘉鴻 蘇律師 鴻怡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來 我們這個 今天的主題是這樣靠北合理嗎 清明姐快到了 有時候家人之間的恩怨會隨著掃墓 而浮上檯面 那俗話說人比人 氣死人 那親人之間這個愛比高 容易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那麼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叫這樣靠北合理嗎 因為很多的網友會上網去抱怨 有真實的實力 那第一個例子呢 這個新聞是這樣 有一個媳婦被老公要求回婆家掃墓 媳婦強硬拒絕之外 還嗆說再煩 我跟你們兒子解釋 讓你媽知道厲害 那這是怎麼回事 可不可以先請志偉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覺得這個真的還蠻有趣 因為他 他會是真的發生在現實生活當中 因為我周圍就有這種 你媽要叫我去掃墓 門都沒有的這種事情 那他比較特別的地方是說 因為他為什麼要靠北這個婆婆 他說 我跟你講 我現在跟你為什麼搬出來住 你也知道 他跟他老公說 因為你媽跟你爸對我根本就不好 那時候我們要結婚的時候 你記得嗎 他叫媒人一直來砍那個聘金的錢 那個多沒面子 那也就罷了 嫁過去你家 把我當費用嗎 早上七八點就叫我起床 煮飯 洗衣服 然後伺候你們全家 然後呢 就是等於是說 叫我做東做西的 那什麼家事也不敢讓你讓老公做 都是我要做 那我也要帶小孩 我也是別人的女兒 後來我們搬出來 就是革命過 我就不想跟你媽住 然後當時就是說 我生小孩的時候 你媽也不想想看 他對我有多口 我朋友都是住五星級的月子中心 然後人家是住一個月 你媽請月嫂來家裡做月子 別人的婆婆包兩萬給他當紅包 你媽只給我 包給我八千塊 然後呢 我的小孩 難道不是他口口聲聲說的金孫嗎 結果我小孩穿的衣服 人家我朋友我閨蜜的爸爸媽媽 都買名牌的衣服給他小孩穿 我小孩穿什麼 我小孩穿別人穿過的啦 說什麼這個穿人穿過的衣服好穿 好有錢 騙小孩 他就是不甘不甘錢 不要跟我說金孫 這個爺爺奶奶對他自己的孫子 也很小氣 對不對 那憑什麼叫我帶我的兒子去掃墓 去拜你家的祖先 然後還講說 我跟你講 我還要抱怨 你知道如果我要去掃墓 你們家的那個墓園很遠 跋山涉水 你知道那個拜拜的香 小孩聞了會對他健康不好 那那個爬山路 我也很怕發生什麼意外 所以我就不要去 不要說我了 連你的兒子也不准去 要去你自己去 如果要叫我回你家 掃墓不是只有掃墓 你要幫忙 譬如說要準備一些要祭拜的 供品 那我想到一定又是我 這個媳婦要做 門都沒有 要叫我回家 除非就是 意思就是說 不可能 如果要真的逼我這樣做 我也逼 我逼給你看 我幫你兒子改姓 這樣子你有比較好嗎 讓你媽媽知道厲害這樣 所以他這樣子的 本來在講說前面那一段 把他嫁進去大家好像當用人 然後婆婆對他不好 很柯薄他 有些網友本來還覺得說 好像對啦 這個婆婆不太好 但是後來發現這個媳婦原來是在比較之下 去認為自己的公婆對他很柯薄 那你為什麼要比呢 難道衣服就一定要買名牌的嗎 然後所以 所以如果沒有去坐月子中心 就代表婆婆對你不好 你不知道有些人連坐月子都沒有 別說八千塊了 八百塊都沒有這樣 就覺得說這個媳婦是在靠北什麼 但是我覺得他是在靠北 老公的粉絲團 所以可能網友很多批評他的 也許都是男生 所以這個我覺得 我身邊就是有這樣的朋友 會認為說那是你家的祖先 不是我家的祖先 為什麼我要去拜 我有朋友的太太是這樣子 是完全不想去 因為那個很遠在山上很累 我不想去這樣子 這個他說當初結婚的時候 我覺得你公親家 或是第一批 譬如說做未來 這個時候都要很小心 都記一世了 他說當初結婚的時候 婆家一直找沒人 來殺價聘金 聘金不能太多了 有耶 沒有啦 六萬 互相畢價 因為你要看說 你提不提得出來 對方提出我們要五十萬聘金 問題我家就幾不是五十萬 我為了取你 難道去借高利貸嗎 還是拿放進去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 我們的誠意是多少 那我們的能力是多少 你把報有一百萬 你條例說你沒有五十萬 彼此有時候會這樣猜忌 但是說實在 這個是一個誠意而已 這做民主的 到時候以前的 以前的鼓勵好像是 你聘金來 我就要再背對回去 所以這個叫做嫁妝 他就是要再背對回去 其實就是我要看看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養我女兒 給我女兒過好日子 回回去就是說 我們有這個誠意 我讓我女兒帶一點東西過去 免得你在那邊被欺負 是這個意思 因為最近剛播完康熙帝國 我滿喜歡看康熙帝國 是 是 康熙如果要治一個大臣的罪 就會有 叫另外一個大臣寫他十大罪狀 或一百大罪狀 這個就是罪狀 對 是啊 婚後更是要求他每天早上 八點就要起床洗菜 做菜 一下子要他洗馬桶 一下又要他拖地板 這個算第一條罪狀 對 連夏天我吹 超過二十四小時的冷氣 也要備念 簡直是女傭跟主犯婆 這是另外一條罪狀 對 把我兒子當乞丐嗎 誰知道撿回來的衣服 有沒有細菌或傳染病 那個舊衣服 其實都是有細菌 對 但是呢 他說每一次都對外人說 這個我的金孫 這個屁 這樣喔 這麼嚴重 這個要把它原始唸出來 才有力道 牛肉湯麵才知道多辣 說真的金孫 真的金孫 就會去買名牌 哪有什麼用拿別人的 這樣子 好啦 你如果是我們公司 我會跟他講說 我媽媽的故事 我會跟他講我媽媽的故事 因為剛剛志偉講說 像伯母這個事情 像我阿公過世之後 那我媽媽雖然在 可是那時候 我們每逢七年節 七明節的時候 我們全家都會去掃墓 我就是所有的去掃墓 祭拜這個阿公 那我媽媽都會跟著上去 那他不管其他媳婦有沒有去 他都去 等到我媽媽不在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墓 就是那種 像爬山 有時候下雨天泥泥 還要走上去那個山 那種 有點像亂張 三夾 三夾 那他都去 那我看到我媽媽這樣 其實我就很感動 不是每個人 每個媳婦都這樣 他就覺得說 做人行不行 我就這樣做 所以我看到我媽媽這樣 其實我們都去 我覺得 怎麼這麼不一樣 那其實有一次在掃墓 我記得我是高中 大學的時候 去掃墓 因為大家每個 那時候下大雨 生母很亂 那我媽媽也是上去 我媽媽很愛漂亮 她也上去 那那時候我們所有 長兄弟姐妹跟都在掃 就以為我不小心 我可能不知道怎樣 太認真 就突然要跳下去做一個事情 結果撞到頭 你 我 昏氣 那時候帶我去 要不要帶我去 所以那時候昏氣 那結果就趕快 就送到那個去那個 那時候那邊是 送急救了喔 對對送醫院 然後去看觀察一下 還好沒有吐啦 所以醫生說 觀察還好就回去 那我媽媽那時候就說 有時候你要 有時候 我們是代表我們的孝心 可是有時候你在那邊 你還要特別注意 因為有時候掃墓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有特別 那時候 突然就發現 我那時候跳下去 其實有個感覺 有個蛇在那邊 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那個蛇 有那種蛇的印象在那邊 這樣喔 到底說 就不知道 有爪啦 就是那時候有爪 那時候昏倒前 我就覺得有那個印象 有神意在裡面喔 有那個神就不知道 所以那時候我就 媽媽就告訴我說 我們真的是要孝敬那個長輩 可是你在做所有事情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 對 所以我就發現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到底什麼是祝福 什麼時候是付出 讓我重新思考 好像付出的 像我媽媽這樣子 都到 他到不能上去的時候 到最後面他腳不行的時候 他還是會跟我們去三峽 可是他沒辦法上去 我就發現說 那個心是不一樣的 對 我就發現 這個故事裡面如果你看 小孩子其實也在看 父母親的這個狀態 對 如果今天 我的媽媽都在講說 那不好我不要去 跟媽媽就照做的時候 我覺得我看到的是一個 很棒的那種表現 他除了告訴我們要追 要追思 慎中追遠 但是你要注意你自己身體 我覺得那個 不 我現在是你說 你如果是他先生 你會怎麼樣 我會跟他講說 我媽媽這個故事 所以是不是你看看 我們的下一代也在看我們 所以我在做的時候 他會小孩子會變得不一樣 是這樣 就看不同的角度去看 如果他不接受呢 他不接受我就說 那不然我們還想辦法 用其他方法 我來陪 我一定要陪著 想辦法陪同一起去 或者說他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兩年一次吧或三年一次 至少有機會出去 不過我相信你媽媽 是善待媳婦的 對 他是覺得他的婆婆 沒有善待他 對 所以這時候我覺得 我們還是要跳出來 跟我的媽媽講 就是說假設我是那個 你應該跟他大概說 好啦 改姓 不行 這樣 不行 來 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黃醫師對這個媳婦有什麼觀察嗎 就是說因為他的出現 大家可能會覺得黃醫師沒有 其實沒有那麼厲害對不對 你被比下去了 對 不過我其實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第一個腦海中想到的 這個是最近週刊報導出來的 就是有一個非常知名的 花姓骨科醫師 然後他其實是娶了醫院的千金女 然後結婚之後 榮總院長 對 院長的千金女 然後他就結婚之後就嫁到 不然他就住到這個太太的家裡面去住 然後呢 他每個月大概就是沒有固定給太太薪水 對 然後可能就是偶爾給她個根據報導 幾千塊 一萬塊這樣 然後這個太太也都不知道這個先生的收入 甚至後來就是連再多買了兩三棟房子 都不知道 然後最後這個 這個很知名的醫生呢 還跟這個醫院的女醫師外遇生子 然後再回過頭來要求這個原配說 你就是無條件簽字離婚 不准要求剩餘財產 然後呢你就去離婚做大媽 就整個的讓人家看到 我為什麼會想到意思說 當大家覺得這個媳婦很不應該的時候 因為他是嫁到人家家裡面去 我們同樣為什麼會覺得說這個媳婦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比較心 其實他不單單是跟別的女生比較 他同樣也是跟男生比較 我們不會聽到一個入贅的男人 嫁到這個 入贅到女方 女方家裡面的時候 被女方的這個媽媽要求說 你要早上八點就起來煮飯 然後家裡的馬桶都是你掃的 然後家事你如果不做就是病床 就我們幾乎聽不到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是時代的問題 我們時代已經進步到 就是男女是平權的話 本來就是媳婦他可以覺得他不要這樣做 那他不過我覺得這個婚姻中 確實如果這種隱形的比較心出來的時候 就是隱形的討價還價 因為你沒有給我坐月子的錢 因為你沒有給我新的這個嬰兒衣 然後我就討價還價 我就回報你 我不要去跟你去記住 你你重視的 我重視的你不給我 所以你重視的我也不要給你 互相牽制 如果是這樣子的討價還價薪的話 其實是沒有辦法就是大家好好過生活的 那我會請就是這個媳婦用另外一種觀點 我覺得能夠給就是以前我也非常可能 就會覺得說對啊 婆婆這麼有錢 怎麼可以不給我新的衣服呢 是不是 怎麼會給我舊的衣服 然後我自己基本上學醫的 我也不信什麼穿舊的衣服 就能夠保護期 因為為什麼會保護期 其實以前的概念 以前的人就是怎樣都不保護期 就皇帝生的小孩也都會夭折 對不對 那就是因為以前的醫療 是很不足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怎麼樣都比較有機會保護期 然後衣服是成衣這麼多 為什麼你還要給舊醫 當然有一派的人是這樣 那可是我後來是因為我的小孩是生病 就餵食道閉鎖 然後經很長的時間 都沒有辦法從嘴巴吃東西 所以肚子是打一個洞 這個管子要出來 要灌牛奶 我們是這樣子 那所以他的嬰兒服都是怎樣 都是我去買 確實我去買滑服 我去買很好的衣服 因為我就要給他穿好的 我自己去買 然後呢 因為那個衣服這邊就 因為有個管子要出來 就不好動 然後我們就要靈機 然後醫院的護理師也跟我討論說 你看這個媽媽 我們這個如果是衣服 是這樣蓋住 這個管子這樣他會痛 會壓 我覺得我很聰明 我去開一個洞 我去請那個百貨公司 那個縫衣的車 車的縫小姐 幫我幫我 你說 我說你幫我剪開 然後我要讓這個洞出來 然後百貨公司小姐人很好 他說你為什麼要把一件 好好的衣服剪成這樣 我說因為我們有需要 然後我拿了好幾件去 他只有給我收一件的錢 他說你也是很辛苦 那我要講的是 我這樣子的舊衣服 我這樣子的滑服 我覺得他很好 我想要給人 我都沒有機會 因為這個是一個 這別人穿的會冷的衣服 特別的 他就是沒空的一個洞 所以如果你可以收別人的舊衣服 或者是你能給予別人 這個舊衣服 那就表示說 其實是還滿幸福的 這是第一個概念 就從感恩的心態出發 對 這滿感恩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個大家可能會就是很爭執 就針結說到底要不要去 爬牧 是不是 爬牧 爬牧 就掃牧嘛 對 掃牧 就是 你哪裡人 有啊 我台灣人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變成說 其實我覺得媽媽的擔心 是有道理 可是可能要問幾歲 你如果說真的很小兩三歲 我覺得不去是 就是還滿可以理解 我覺得也不要強求 可是如果再大一點的話 我覺得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他這個媳婦說 那麼摳的爺爺奶奶 有等於沒有 我兒子不需要 可是我覺得做媽媽不能幫兒子 決定他的人生 你怎麼能知道說 你的兒子不需要爸爸 你怎麼能知道你的兒子 不需要爺爺奶奶 那就是他的人生 他就是有這些配備嘛 那你為什麼要剝奪 你如果那麼早就跟這個 我這樣的媳婦很有一個風險 他就在教他的小孩說 這個爺爺奶奶是不疼你的 不愛你的 你不用理他們 這是很危險的 因為如果你人是就是 像單親家庭 已經是不得已了 就親戚這麼少 那是很不得已 如果你也有 其實應該是好像付出這個心力 稍微就是說 不必到這個程度 那這個請教一下廖老師 因為他有說 你如果還我 就把我兒子改生 現在法律好像是可以規定 也可以從夫姓 可以從父姓從母姓 可以 只要父母親同意的話就可以 那顯然他應該是從父姓 還沒有從母姓 對不對 那從母姓等同對他來講 就是對老公是個懲罰 就是一個侮辱一樣的 侮辱一樣的 不過老公不用擔心 只要他老公不簽字就好 所以他不用讓他講講 沒關係 老公要簽字 要兩個同意 雙方同意 所以他講講 那就不要把 因為有時候企劃嘛 企劃聽一聽 聽下來 不過這個是在我們陽世間的 一個協調 那其實這個孩子 如果先從父姓 你要改從母姓 要有一個儀式 你要徵得這個祖先的同意 還這樣喔 對 因為改姓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事 現在連改名字都 隨便都可以改一個名字 我都覺得好危險 真的 因為我們生死部上面 因為人總是相信自己眼睛 一定要看到 耳朵也要聽到 但是自己眼睛看到 也不見得懂 耳朵聽到 也不見得是瞭解 所以很多事情不要冒險 就是說你要改姓 你一定要徵得 這個祖先的同意 你最不要擺八千詩 好 而且要寫過團詩 像我們比如說兄弟為 就是說弟弟不會生 阿伯生比較多 要分一個小孩 就要再寫過房詩 要不然以後拜祖先會產生 過房書 過房詩 那會有產生很多問題 那如果你要父姓 改成母姓 要再寫過團詩 這個我記得我們在 過團 團 傳承的傳 這個我們在節目中 其實有講過 那其實這個媽媽說 要把孩子改姓 我覺得他也沒有這個權益 沒有這個權利 為什麼 假設 法律上有 對 我的意思說 除非他是剛 蘇律師講的 他先生同意了 他先生當然 他是一個企劃 但是如果說 我們觀眾朋友 我想提醒 因為在我的觀音店 處理這一類的案件 處理太多了 那很多的媽媽是後悔的 為什麼 我講一個案例就好了 那個我曾經就有一個客人 他來他來排他的原神功 他親自告訴我就是說 他以前結婚前 覺得他老公是一個上班族公務人員 是公務人員 然後他就覺得說他們公子很高興 可是結婚之後 他也因為他們公子很高興 他覺得生活很沒趣 因為他做業務 做業務就是可能就接觸面比較廣 然後他個性也比較活潑 那他老公就是家庭也比較中規中矩 就是比較沒有很熱情 這個告訴我們 婚前要告他 婚後就不要告他 不然老婆會不滿意 然後他就說他的生活久了 覺得很無聊 那我就說本來是婚姻生活 久了就會你要能夠就是說 歸於平淡 很平淡的生活才是婚姻 那他就說他後來 因為跟老公的溝通 也有一些問題 結果他自己有外遇 女生有外遇 對 他自己有外遇 那自己有外遇之後呢 就是說他們有一陣子 就是兩個關係很好 然後可是不知道 就是那時候他跟老公一直提離婚 老公都不跟他離婚 然後這個男的就說 反正你也離不了婚 那我們就分手好了 可是那個過程是怎樣 我覺得這個女的是被騙的 老公不想離婚 因為有兩個兒子 他不想兩個兒子的家庭破碎 因為孩子還小 好 那這個外遇 就已經跟他借了六百萬 然後結果呢 就是說你離不了婚 那我要擔負被告的風險 那我們分手好了 結果你看 人才良師 然後老公後來也知道 他哪有人才良師 六百萬 這個啊 六百萬 你借劇啊 沒有失啊 那個男人給他放完了 一個怨打 一個怨哀 然後那個男的就拋棄他走了 他說他很痛苦 然後那一陣子他為了 就是要威脅他老公說 你如果不離婚 我就把孩子改我的姓 然後他老公還是堅持不離婚 他真的去把孩子改姓 改成他的姓 好 結果問題來了 這個男的離開他 又跟他借了六百萬 就從此消聲匿跡 再來就是他開始身體不舒服 然後業務開始不順 以前他的業務是非常好的 賺很多錢 那因為錢賺多了 那老公公務人員嘛 錢賺得少 他就開始很強勢 很那個 他自己講的就是那時候 他也不知道怎麼樣 就反正看他老公不順眼 那後來他生病不順開始 其實他有自己自己反省 就是說他從幫小孩改了姓之後 他開始什麼都不順 然後他就來問說 是不是會因為這樣的一個原因 那我就跟他說 是這樣的原因沒有錯 因為這不是觀眾朋友可能會覺得說 這是我是迷信 那其實不是 除了這一個案例之外 我有很多媽媽是年紀很長了 然後因為他幫他的孩子改了姓 第一他的孩子也不順 然後他自己又很多病 然後醫生都找不出病因 我看到原神功他都沒有跟我說 他兒子的爸爸以前什麼姓 改到他的姓 從原神功就知道他改過姓 所以他很多很多的不順 是因為孩子他把他改成 因為他離婚要說改給 他就把孩子的生 改成現在先生的姓 了解 結果都不順 這個廣告前問一下黃醫師 兒子現在姓 姓陳 以後你會想改嗎 不會 為什麼 那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他如果對陳姓不滿 他自己去改掉 我不會主張他的人生 要照我的喜好 我當然不喜歡姓陳的對不對 對 OK 來 我們先休息一天 好 那麼顯然如果從廖老師的 角度來看就是說 小孩子從父性或從母性 是有很大的影響 對 那我再請教一下 這個蘇律師 是 那你們太太說 小孩子想要一個換太太 可以嗎 我覺得不行 有什麼 我會跟他講說 一樣孩子是 孩子就是 就是說他還是你的孩子 算性不一樣 可是我們父母親的關係不一樣 可是他如果是從母性 他也是你的孩子 你不是說孩子 就是我們的孩子 對 沒有錯 但是因為一般的習慣是這樣 我覺得我比較 一般的習慣 一般 大家都覺得說都是 目前來講是從父性 你不是要解放嗎 有的東西可解放 就說太太不能解放 孩子不太能解放 我說這兩個顧著著 你知道嗎 我很顧著 他哪 他常常講說 他姓蘇 小孩子兩個姓蘇 對 叫我去 替他洗心褲 他姓蘇啦 對 洗心褲就要叫我去洗 他姓蘇 所以說怎麼樣 睡覺要我講故事 睡覺要講故事 像我一定 現在昨天晚上 幾乎每天晚上 那小孩子又說要睡覺 睡覺的時候都睡不著 我說講完故事啦 我幫你禱告完要睡覺 不行不行 爸爸我要你陪 那兩個孩子睡兩張床 那如果我必須要站在中間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站在靠弟弟這邊 哥哥會說你怎麼去靠近弟弟 那靠近哥哥這邊的時候 他說哥弟弟說 你怎麼可以靠近哥哥這邊 那我就必須在兩個人的床 的中間站著 大概都要站十到三十分鐘 你知道 對 我都直接站在那邊 但他們睡著 我發現以前如果沒有這樣 站的時候 我出去他們一定會想到 我要喝東西 爸爸我要怎樣怎樣 都講很多 然後我們每次這樣 那我就看到 有時候出來就看到 太太在幹嘛 太太在那個 玩電動 那不過因為他比較辛苦 平常找白天之後 他照顧比較多 所以那一樣 我就會想說對 小孩子跟我信 我真的要多付出一點 傻瓜 你讓他從母性 你就不用講故事啦 你好好的去睡覺嘛 是啊 他也是這樣 他也是這樣 你到底不過我還好 你考慮一下 太太說小孩子 要有一個寵母姓OK嗎 因為一天到晚講啊 對啊 因為我老婆就講說 那是你兒子他姓迪耶 學費不用你出嗎 對 什麼什麼不用你付嗎 我幫你生兩個小孩 不應該嗎 這樣子 我說好啊 那請改姓這樣 錢都給你出 他想要小孩子改母姓嗎 沒有啦 當然是玩笑話 因為其實太太都是會講氣話嘛 就比方說可能有時候 你在爭執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去分說 兩個人就來比嘛 誰對這個家付出多嘛 那他真的比不過你的時候 就說欸 你兩個小孩是姓迪耶 那是我生的耶 對啊 最好一交 最好一交就是這樣 不然你想怎樣嘛 那是姓迪的不用你出嗎 那我就說請改姓這樣 有有有有有 但是他又不願意 他沒有 他就他就跟我說 你不要以為我不會喔 然後我一直還 對 然後我一直還在旁邊說 爸爸我的名字改姓 好像也蠻好聽的 那另外這個廖老師 這邊還有個故事 有一個男生三個兒子 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要說媳婦嫁 有時候男人也很重要 我們有時候要怪媳婦 但是我常常呼籲就是說 要娶婆的人也要成長 先生也要成長 那我這一個案例就是說 有一個婆婆 他其實也是蠻冤枉的 因為三個兒子 三個兒子 大小兒子的時候 生小孩的時候他很年輕 他就幫忙帶孫子你知道嗎 兩三個都他娶 可是他後面 就是因為他跌了一跤 然後右腳骨折斷了 然後就變成有斷腳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右腳又會痠痛 結果第二個媳婦生小孩的時候 因為第二的兒子跟媳婦都有工作 那這第二的媳婦就叫他老公說 你叫媽媽也幫我們帶孩子 不然我們要工作 孩子這麼小 很難處理 那給保母他又不放心 那他又看到他婆婆大小孩帶得很好 他就請他老公回去跟他媽媽講 那他媽媽就跟他老公講說 以前帶你們阿姨的時候 那小孩的時候我身體要好好 我現在腳有稍微斷腳 走路比較不舒適 又經常腳抓到會痛 我沒辦法幫你帶 結果這個老公呢前面也不講 後面也不講 就講一句說 你回去問你媽要不要幫我們帶小孩 他老公就說我媽媽說沒辦法帶我們帶 他沒有把細節講 對嘛 男人也是要學一點智慧 要當一點橋樑 對 結果就講這句話 老婆就不可以完略了 就覺得怎麼那麼偏心 那我嫁到你們家 你家境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要跟你這樣子 就是出去打拚 探錢 要來生一個雞 那大廳跟媽媽大 我們住外面 房子還要我們自己買 那幫我帶個小孩都不肯 好 從今以後這個媳婦就開始 萬婚在世 尤其小孩還請到保母帶 如果小孩有這個感冒 哪裡 送急診 他又更恨他的婆婆了 他就覺得你看外面的帶 就不可能像阿嬤的帶那裡好了 所以只要孩子有什麼病痛的時候 他那個怨恨就加深 他從今以後都不回去圍爐 他連圍爐也沒回來 也沒帶孩子回去看阿公阿嬤 這樣就對了 然後每一次到這個過年的時候 兩個老婆就要完結了 因為先生想要回家 老婆就不回家 先生要帶孩子回家 然後老婆就說 我這個孫 你們家的人沒那麼地中 過年回去要做什麼 就不給他回去 然後夫妻也因為這樣炒 炒到最後就離婚了 對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這個 被因小失大 對 橋樑很重要 像我們爸爸媽媽生五個 女兒 五個女兒 第一孫子是不是阿公都會特別痛 我講實在話 如果說兄弟姐妹沒有一個很好的 就是包容 包容 體貼 你就會去嫁膠 對不對 還好我們家 就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不然你說要叫我老婆 顧 太幼稚園了 一個生兩個 他要顧十年 對不對 他媽的體力 但是我會覺得就是說 呼籲一下就是阿公阿嬤 以前帶他的兒子已經很辛苦 他沒有那個義母要帶孫 你不要把這個義務 好像這個責任 又推給阿公阿嬤 吃老是喊你弄孫 有養我的聖節 沒有養我的過外生 老是說帶孫比較簡單 帶孫 隔一層 你要動輒得救 我看我們以前 因為他對我們很嚴 我們爸爸委員到他只要我們起床 因為我們早上一大早 就要去種田 我們爸爸只要是蓋燒 我們全部都這樣跳起來 到這種危險的地步 我們怕他 結果孫子不睡了 我們是要睡不怎麼睡 他是不睡 阿公一直閃 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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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 眼睛終於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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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對兒子跟對孫子差多少 好 那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收看 這個湘怡這邊是有朋友的哥哥被大家笑 摸摸 因為他其實 他跟他太太 我們這個大哥哥跟他太太是 在學校大學的時候是班隊 那因為他們家比較貧苦 爸爸以前是職業軍人 那早早就年紀比較大才結婚 那媽媽又早逝 所以說他們家比較辛苦 那小孩 他們家有四個小孩 所以栽培起來 他是大哥很辛苦的 還要照顧弟弟妹妹 那可以上大學這很不容易 結果這個他這個未來的太太 就很欣賞他 又有才幹 然後又顧家 他覺得這種男人很值得依靠 可是這個大嫂 她家裡就是 她是獨生女 又是千金小姐 結果他爸爸媽媽也很欣賞 這未來的女婿 就供他念書 那大學畢業以後 還沒結婚 先訂婚 然後供他出國念書 所以出國的這費用 都是 都是娘家這邊出的 那變成說這個大哥 他就覺得說 好像虧欠人家很多 那結婚以後 爸爸又 這個岳父 又開了一間公司給他 但是壓力更大了 那太太就 他們結婚的時候 他娘家這邊送房子 送車子 唯一就是要求說 送多一點 我們就三生為農 你不要 不要住在那個公婆家 因為那個時候 他爸爸又再續嫌了 又再續嫌 那又不是你親媽媽 你又何必 對 婆婆都 婆婆都沒有要你照顧 還要去伺候 那個又不是親生的 就不要 那還有你那個弟弟妹妹 不成財 不用來往 怕說他把他弟弟妹妹通通安排到自己公司 不行 我們要專業的人士 那這些不要來往 因為窮親戚 只會拖累你 我們家會栽培你 成為這個社會的一個 一個中間分子 要什麼我們都給 孤生兒子 獨生女嘛 獨生女婿 賺一個兒子回來 多好 結果他這個哥哥就真的沒有辦法 他覺得說我什麼東西都是 太太這邊給的 他就一直沒有辦法去反抗他們 那太太就說 你不知道我為你付出多少 你不知道我等你多少年嗎 他就心理壓力 沒有辦法反抗 所以他就一直都沒有回去 他過年 我爸爸 我是獨生女 我爸爸媽媽把我嫁給你 他們就兩個老人家在過日子 過年還不回去陪他嗎 你們家還有兄弟姐妹 二話不說 孫子什麼都帶回去 陪娘家爸爸媽媽過年 就這樣 那當然 但是這樣 我覺得也有道理 聽起來是有 過年 那個爸爸 那個岳父岳母那麼 他是每一年都要求這樣 他從結婚一直都是這樣 那其實那哥哥 哥哥心裡面當然覺得 你說的有道理 對啊 是啊 那當然就是回去陪老人家 兩邊要取得一個平衡 是 那問題是他自己家這邊 就變成剛開始的時候 有道理 久了以後就會有怨言 你剛開始 對啊 你他女兒剛剛嫁給你 還不習慣 孤孤單單的過日子 你要回去陪他們過個年 應該的 十年也這樣 你看 你不就去 因為那個後來奴姓跑出來 對啊 你不就去逛酒的 你自從結婚以後都不回家 而且他太太也不喜歡到婆家這邊來 那久而久之 那後來爸爸過 他就是不給你往來 都斷絕了 那後來就是他爸爸也過世 後來剩那個媽媽 其實那個媽媽對他們很好 以前是老鄰居 小孩就帶孩子 後來他爸爸是因為感恩才跟他結婚的 對 他對他們真的像親生的小孩 可是弄到最後那個媽媽 那個媽媽生病什麼 他們也都不來的 我覺得他原則就是不要因為有錢 去撕裂別人的情感 對 你會怕 叫人說你是無路嗎 不怕 但是因為我就不是 所以我不用怕 我就不是 因為我一定要在 其實你要在這邊是要做主權的 你既然要做丈夫就要主權 就不是無路 像剛剛那個問題 像那時候我太太也是 我太太也會講說 是不是過年的時候 有一陣子是不是要回他家 那我也要回我家 他家在哪裡 他家還好都在台北 還好 感謝上帝都在台北 因為一個在比較 台北市的比較北邊 一個比較南邊 那我們就想出一個方法這樣 五點 五點 除夕五點 去太太家吃飯 下午五點 下午五點 不是早上 下午五點 下午五點 所以除夕一夜就去太太家那邊吃 那晚上七點 晚上七點 下午七點就回來我家這邊吃 所以變成說除夕 因為除夕是個兩邊 都覺得很重要的日子 所以變成這樣吃 吃了幾年 那你去那邊吃飯 還要回家吃嗎 當然要吃 因為意義不一樣 如果沒回來 因為我覺得人質重要關係 我覺得以前都會想說法律 法律 其實比如說不是法律 是關係 我現在發現關係最重要 我們要維護兩邊的關係 那我們就要想辦法 所以那時候就想出一個辦法 那你說辛苦嗎 當然啊 當然 你們就吃一邊就好 一邊吃一邊就好 而且要這邊吃完 另外一邊還要吃 要吃得很認真 要吃得很認真 要吃得讓媽媽說 你有夠吃的 那小小姐 定位海 除了還要回娘家嗎 對 還要回娘家 還要回娘家 都已經初一回去了 怎麼說 再回娘家 還是要回娘家 因為第一個吃 那沒回去怎麼辦 沒回去 我告訴你 表面上不會怎樣 心裡面會有OS 那你要知道這個啊 你就要想辦法努力啊 反正一年 就是這幾個重要日子 你要想辦法 要處理好 要處理好 你們處理好 最重要是顧關係 真的不要說顧自己 要顧關係 你知道嗎 我顧好這個關係之後 我常常講一個事情 不是MOLO的問題 太太開心你就開心 那是必然 這不是MOLO的問題 你如果自己把自己當作是努力 當然你不好意思 你出發一點不對 你要想說他開心 那你就開心 你開心 大家事情做起來就圓滿 所以不要想這個問題 我覺得最好的原則就是 出外我們都是皇帝 對 在家都在那裡 那奴隸的東西 我太太都是這樣講 在外面給你最大的面子 回來我說了算這樣子 因為他皮邊一直碎掉 因為你真的是運氣好 你是在都在台北 我運氣好 像我大哥 你剛剛這樣講是對的耶 我們女生在心裡面 有一個OS 有一個認定 就是真正的男人 是在外面爭天下 而不是在家裡 跟自己的女人爭長短 對不對 對啦 那個把女性壓下去 你身強體狀 把女性壓下去 有什麼了不起 對啊 有辦法出去外面 當然 是 那黃醫師這邊是有看過 婆婆在家裡面 不敢出生的 對 就是我覺得 剛剛湘怡的例子就是很發人身心 就是說你看到的就是說 我們一般都是聽到媳婦 嫁到這個婆家 然後聽婆家的話 可是為什麼能夠要求媳婦 聽婆家的話 無外乎就是根據傳統 因為幾千年來 大家都是這麼做 那可是你會發現到現代 就是說如果 如果有人想要不依照傳統 那他就是依照什麼 不是拳頭就是銀子 就如果你敢你要有拳頭或銀子 但我覺得現在那個case很 就是說讓我感受是說 我覺得男人是這樣 不要自己沒用 推卸到別人身上 像他那個大哥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他自己沒用 他在那邊講說什麼 因為我岳父給我很多錢 因為什麼樣 他給我開公司 我留學的學費都是他出的 沒有錯 那是他栽培你 你當然感謝他 可是有用的男人不應該因為這樣子 沒有去考慮到自己的這個 牆要走什麼路 對 那所以只是說 我覺得那那個case 我因為想要先講他的 因為他那個case的旁邊 他的那個兄弟姐妹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就是沒有好抱怨說 大哥不回來照顧自己的父母 是自己的父母 就自己扛起來照顧 就是我覺得這樣子 就會比較平衡 那大哥的話也只要知道說 對啦 我是因為有栽培 對不對 道理說 我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而不是做得比一般男人還不好 所以我們這個case 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說你雖然有學歷 你雖然有金錢 可是你如果沒有想要做 就是大家覺得 你應該做得到的事情 其實也沒有比較優秀 對 然後 所以這邊很感觸的就是說 那我常常會聽到 有一些朋友 比如說我有朋友 他可能 他嫁的老公 就是可能比較 不是大家所謂的有事業 或者是說賺很多錢的 那我看他很開心 那我 而且我就問他說 因為我經常在講婆媳問題 我說都沒有聽你在講 你都沒有問題 他說對 我都沒有婆媳問題 他說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嫁的這個老公 也沒有什麼錢 也沒有給我什麼東西 房子兩棟都是我自己買的 那所以他覺得他婆婆很好 就沒有對他要求 所以我反而也很敬佩 這個這樣婆婆 所以說我們不要用有錢 就要求人家 然後沒有錢就不要求 理論上不是這樣做 但是我覺得有錢的人 要知所進退 那沒有 如果沒有錢 對啊 我們也沒有辦法 幫人家什麼 我就稍微就是也不要囉嗦 我覺得這樣子 其實蠻敬佩的 但是要有錢 要知所進退 這個有點難 對 就是難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蘇律師這邊 是這個婆媳 在這個增遺產上面 有一個故事 對 有一個丈夫 他是第二代的 他是他們家是該家族公司的 他經營股權 然後什麼東西 經營權都在手上 那結果丈夫突然生了重病 就住醫院了 那住醫院的時候才發現說 好像什麼事情 都還沒有交代處理 二代這個嗎 二代這個 二代的 那第一代的爸爸也不在 剩下媽媽 那所以他的太太想說 對 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規劃好 於是他就找了太太的律師 就是媳婦 就找自己的律師 去到病床前跟這個先生說 那個你應該要寫一份遺囑 為什麼 我們他 因為這個媳婦 比較喜歡小兒子 他比較偏愛小兒子 那這樣 你主要的公司的股權 全部給小兒子好了 那先生想說 也對啊 是我的兒子 他就聽了這個 就寫完這個遺囑 做完了 做完之後 媳婦想沒事了 這個就是太太說沒事 他就把這個遺囑收起來 那這時候呢 因為婆婆看護是婆婆找的 結果他婆婆就問說 看我最近有什麼狀況 看護就跟他講說 我告訴你 你的媳婦帶律師 來到病床前 做這個 他媳婦就 當然婆婆就說 怎麼回事 媳婦該不會是想要把 他們家產整個盤走 他想說這大事不得了 於是就告訴這看護婦說 我告訴你 現在一舉一動 就要跟我回報 然後於是換婆婆 帶了活婆的律師到 他的兒子病床前 兒子 我告訴你 這是你爸留下來的 離家事業 你一定要留在我們家 我告訴你 我認為 你的大兒子比較適合 就是孫子的老大 比較適合 因為他是長孫 他可以拿 另外還有你的弟弟 也要分一點 所以他把主要股權 給那個第二份儀 就新 他兒子說 你好像也對吧 於是寫了第一份 以第二份儀秀 就最後面 因為他跟婆婆就顧得很好 那媳婦反而是什麼 在後面的時間 並沒有常常去這個醫院 走了 最後是以哪一份為準 以婆婆那份為準 後面寫的 後面寫為準 媳婦本來拿出來說 這個應該有 小兒子拿到最多股權 不是 婆婆就說不好意思 有一份更新的儀秀 是最後立的 這個是 應該是給大兒子 跟他的 跟婆婆的 人家說小書 小書拿到最大 所以你看 其實我常常講這個問題 其實不要再 病床前再立 最好是如果今天 今天其實如果 他早就處理好的時候 那媳婦沒有在大動作 其實婆婆不會想到 可是那麼年輕 你怎麼知道他會 那個第二代會那麼快 可是我覺得 不能這樣講 因為天命很難說 那上帝的意思很難說 有時候馬上要走了 所以我常常講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走 那你立好了嗎 我立好了 志偉你立好了 我是沒有立 要立的 要立啦 我是沒有立 因為有時候立的時候 會把那種東西弄清楚 因為你不用病床 因為其實他如果 在沒有病床前大動作 其實我就認為婆婆 他不會不知道 可見 誰來請看護 這個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看護很重要 看護會自先通告 而且 而且最後一定要 如果今天那些媳婦做的話 你一定要最後一隻 陪陪陪陪 陪到最後一刻 其實最後我常常發現 最後一刻陪伴的人 他其實會淋得比較多 其實很多案例裡面 大家都沒有陪 我看很多孩子 像爸爸生病 因為媽媽也走了 爸爸就在病床 那都是爸爸因為久病 久病床前無效子 所以說 最後的感動 最後感動 都是旁邊那個看護 拔屎拔尿 然後就跟你講好聽的話 那些兔仔子都不回來 那乾脆 他就寫說給他一棟房子 日本很多這樣的案例 日本很多沒有小孩的 那他們臨老的時候 就會有那種看護 在身邊陪伴 那常常那個老人 反正我沒有小孩 我也不知道留給誰 就那個財產都是留給看護 對 就留給看護 我覺得重點不是在法律 要分給誰 重點是那種關係 要繼續維持 因為今天我是父親關係 就要繼續維持 也要陪伴到最後 如果今天是孩子 要陪伴到最後 那種感覺才是最最永遠會很會讓你牢記 那種感覺才會成像是 就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感受是 我父親要走的時候 我陪伴到最後一下 不要跳完 我整個心放下以後 我覺得我心裡面 對他沒有任何虧欠感 我覺得說 爸爸我對你的愛 我做到最後一刻 我對 我對得起我自己 所以我對我父親完全就是 想到他都是美好的事 我姊姊他們因為沒有什麼時間照顧 然後甚至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 他們常常想起來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有遺憾 我有遺憾 我好像對爸爸 包括他去祭拜 他想爸爸要吃什麼 前一天晚上搞了大半夜 就去準備那個東西 其實 但是在爸爸生前的時候 他會計較 爸爸你比較疼妹妹 那他都會到處外面去講說 我照顧家裡比較多 當然你大我十五歲 你在賺錢的時候 我還在地上爬 那當然你可能養這個家 會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後來你嫁出去 我長大了 一直到爸爸走 都是我在卡 那爸爸的財產 最後是給照顧那個 爸爸沒有財產 但是他們都回來 問我要爸爸的財產 我說都在這邊 你們自己去找 爸爸連存責都沒有 因為爸爸不相信銀行 他只相信現金 那問題是他臨走的時候 我說我跟你講 他口袋裡只有六千塊現金 還是我給他的 但是我一樣 我做手杯金分給大家 那其他的 我說我真的沒有 他身上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買的 那爸爸八十三歲走的 我說我真的 我心裡面 我覺得我了無遺憾 了解 對 志偉這邊也有一個故事 說長孫祥要有一份 對啊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說 這樣子也要靠北 那這個我真的覺得是靠北的 很無理 而且這個女網友 他為了利益 他也矮化了他自己的女性的尊嚴 我應該這樣說 因為這個女網友就是 一樣是在這個網站上面靠北 就是說這個 他的老公沒有相信他 然後他的公婆對他也不好 那原因是什麼 就是他有一天在打掃家裡的時候 無意間就是通常 無意間發現的東西 就會讓你surprise 他就發現老公的存摺 想說存摺怎麼會放在這裡 就翻一翻 發現居然有多了一筆兩百多萬 這是什麼事情 我老公怎麼會有多這個錢 那老公回來之後 他就問老公 老公你這兩百多萬 從哪裡來的 你什麼都沒有跟我講 你這種發票嗎 股票賺錢嗎 他老公說沒有啦 那個就是我爸分給我們 我媽媽的財產 你媽分財產給你 你媽都走半年了 怎麼現在會分財產 那是說因為他爸爸 覺得自己年紀也大了 那他就像蘇律師講 他覺得說我生錢 我能夠分的 我都先分給你們 那也沒有說 他沒有去交代說 到底他們對自己的爸爸 有沒有孝順 沒有 但是就是這個爸爸 把媽媽留下的遺產 可能他自己特留份有拿 或怎麼樣 反正就是媽媽留下的現金 我就是分兩等份 因為他有兩個小孩 一個就是這個網友的老公 一個就是他的小姑 所以就一人分了兩百多萬 那他老公就跟他這樣講 他說你媽媽怎麼會這麼不公平 這個你爸爸怎麼會這麼不公平 這是你媽媽的意思嗎 雖然你媽媽生前也沒有對我很好 婆婆沒有對你很好 然後所以分兩百多萬給你 你應該要偷笑對不對 所以他說 雖然你媽媽也沒有對我很好 可是我幫他生了一個長孫 你們家的長孫 是我生的呢 那你爸爸怎麼會分給一個已經嫁出去的女兒 跟你一樣多的錢呢 而且你妹妹 其實他說他設計金地位不錯 他沒有說他做什麼 他說你妹妹設計金地位不錯 收入也比你高 那憑什麼他分比較多 我覺得這非常的不公平 然後而且老公 你讓我更覺得不爽 是為什麼你沒跟我講 那我相信這老公就是知道老婆的個性 我如果告訴你還得了 你看現在你不就是在那邊拔脾氣了 那所以就很多網友講說 你有沒有想過 那你自己也是嫁出來的 那如果有一天 你的爸爸媽媽分產的時候 不分給你說你是嫁出去的 那你不是更不高興嗎 那你怎麼會現在反過來講 你的小姑呢 那我請教一下書律師 那這個媽媽走了 那所以這個財產應該怎麼分 好 媽媽走的話 他媽媽有兩個孩子 他的他先生在 對 公共在的話 所以變三個人分這財產 所以他們一個人應該三分之一 所以這是正確的 所以三分之一是正確的 但他剛剛那個例子是因為 他其實那個媳婦 少了三個法律的常識跟觀念 第一個觀念你想想看 如果婆婆留下了四百萬的財產的話 那有三個人繼承 所以四百除以三 一個人拿一百三三萬 所以他丈夫本來可以拿一百三三 只能拿一百三三萬 可是他丈夫現在拿兩百萬 所以拿會比較多 是拿兩百嗎 對 他拿兩百萬 爸爸拋棄了 讓兩個小孩去繼承 所以你應該知道 如果你今天在想說 不公平 不公平 為什麼那個小姑 他竟然拿兩百 可是你要想 如果依照法律的規定 他媽媽留四百 就是婆婆留四百 應該是公公 還有公公一三三 小姑一三三 還有一三三 可是你現在拿一三三 你現在拿兩百 你如果再去抱怨的時候 我告訴你這樣好不好 那個公公就說 那我不要 你拿回來 你六十七 拿回來 那你拿更少 第一個 所以他沒有弄清楚 第一個 法律上繼承的觀念 而且長孫是沒有的 長孫沒有多一份 除非你老公掛掉 這個特別注意 第二個是因為 長孫沒有 長孫沒有 除非他父親不在 他才頂上來 那是另外一個 你都懂耶 我剛 我現在還正在辦 我母親的那個 所以第二個法律觀念要注意 因為現在很多人人在重病 不是馬上過世 他有一段時間在醫院 尤其夫妻間 太太過世 不然現在宰善 就先過給先生 很多人會因為重病 那他們也同意 也不是說偷偷拿走 同意 所以你要知道 剛剛這個 我看那個故事是說 爸爸想要把這個錢 分給他們 所以有可能是 那時候媽媽重病的時候 就已經移轉到爸爸名下 已經到爸爸名下囉 爸爸名下 所以爸爸說這兩百萬給你 兩百萬給你 可是如果你這時候 那個先生說不行 不要分給妹妹 跟爸爸火大 不然我全部不分給你 四百萬全部在他自己手上 你看你一毛拿不到 可能更衰 那第三個我覺得最重要 你要知道 這個爸爸聽起來是在 這個公公 應該是在這個家中 是掌權者 所以如果掌權者背後 應該 黃醫師講不是 就是可能有權利或錢 那陸天他有背後錢 你今天把公公 搞得很毛的時候 你看看公公 可能背後搞不好更多錢 他會分給你嗎 他可能不會 會分給另外他的女兒 可能他喜歡 那最後我回過頭來一個問 其實我看到這個部分 是我覺得第一個 他的先生做得很好 那第二個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 靠北父母這個媳婦 他其實應該也是 很愛這個家的 其實他在 他雖然碎碎戀 其實也是想要顧他這個家 不過他比較看是這個小家 就他跟他先生 跟他的兒子這個家 可是如果再往整個看的話 我覺得如果看到一些法律 跟他整個會不一樣的決定 這樣好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錢的分配 確實有時候會很傷感情 真的 其實我覺得特別是 有時候為了那個小錢 對 為了這樣 幾十萬大家就可以忘記了這個 對 真的 那講到錢的分配 黃醫師怎麼會談到你 被酸民罵你爆牙 沒有啊 其實我覺得那個就是說 因為你在講就這個小姑為什麼可以不論這個法律 這個媳婦為什麼可以不論法律 而去覺得說我是有長孫 那其實就是很像是 我覺得還是有很多票的這個女生 他搞不清楚他的位置 那所以比如說像我的話是離婚 然後依據法律賦予我的權利 去申請剩餘財產分配 可是也是會有很多人酸民來說 比如說我就是貪財 我就是要去分人家家產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是分開來看 為什麼會有人會覺得人家貪 或者是要去貪別人 其實我覺得就是資源不夠 我們不會聽到王永慶先生去抱怨王長根 沒有分多少錢給他 他是反而要去建長根醫院 要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就覺得這種 因為今天的主題是就是不公平 其實不公平的 他的本質就是因為你所處在的環境 人家沒有條件公平 然後就要看你有沒有能力 如果你沒有能力 你就會變成衍生去計較 比如說其實我的牙齒 確實是有一顆是爆牙的 就看一下 就這一顆 好 但是我不太在意 看不出來啊 那可是我小時候 因為我這個年代開始 已經大家在流行矯正 然後所以我媽媽就跑來跟我面前講 我印象很深刻 她就跑來跟我講說 那就是說我是想要就是讓你們 去矯正 可是我看你妹妹是下面不整齊 感覺好像她會比較明顯 然後你是上面 那我說那我想要讓你妹妹 先做矯正 然後我就說好啊 你就給她做矯正 我才不要做矯正 因為我要吃雞腿 這跟吃雞腿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帶矯正器 就是不好吃東西 就是說那個電帶的那個技術 超痛 對 然後後來其實這件事情呢 就是我都沒有什麼放在心上 然後因為你知道 你如果周邊的都是很有水準的人 他們不會去來講你的缺點 比如我們看到人 一定都是稱讚優點 蘇律師今天優點這麼多 哇 超有魔力的什麼 都都是講優點 可是你現在已經不是只有 就是實質上的相處的社會 我們現在確實是網路社會 然後特別是我來上節目中呢 其實就會有很多酸民 就是要來挑剔我的外表 那挑剔我的外表的話 也會說到我的牙齒是爆牙 那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我不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因為其實我後來是覺得是 我如果要去矯正牙齒 我自己就有那個錢去矯正 可是我就不想要做這個事情 然後可是當酸民再來講 這個黃醫師爆牙的時候 你知道黃媽媽就一直在我邊說 沒有啊 你牙齒很好啊 然後什麼吃冰都沒有問題 都不會敏感 然後我就會覺得 其實我沒有在意 可是我媽媽會在意 可是我沒有在意的理由 是因為我知道 那當年一定就是經濟的情況 是不允許 沒有那麼好嘛 以你媽媽單親 要把兩個女兒栽培 那當年要矯正牙齒 其實就是六萬十萬 甚至更高的嘛 對 然後所以其實父母 不會故意要所謂的不公平 而是他可能就沒有 然後這個案例 在我在看眼科門診的時候 更常見 常常媽媽全家的小孩子都帶來 兩個小孩生三個小孩 同樣是近視 妹妹就是戴眼鏡 哥哥就是戴角膜塑形片 自費比較貴 重男輕女 其實重男輕女還是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講很多情況 比如說不要讓小姑分兩百萬 然後就是在那邊抱怨 其實很多女性是不自覺的 還活在被傳統的框架框住 就是說一直要去抱怨人家 為什麼要對我不公平 比如說那個抱怨那個只付兩週的 月子費的女生 其實他就是因為他沒有能力 掏出錢來去另付兩週嘛 如果今天他月子做得很圓滿 他就不會抱怨 是 對 所以我就會衍生出 這樣的想法給大家參考 網友說你抱怨你會在乎嗎 我想說其實我真的沒有心力 要去做矯正 我比較想吃美食 然後我覺得我就 後來你雞腿吃了多少隻 吃了很多隻啊 我家雞腿都我吃的啊 然後我想是說 其實就是你可以RQ一點嘛 你就是人都會老嘛 老牙齒都會掉 都要做假牙 我計較那麼多幹嘛 OK 好 那湘怡以前的房東 是有三個女兒的 嫁得不錯 嫁得不錯 老大嫁給醫生 而且是大醫院的醫生 那時候兩個老的多高興 跟醫生醫生最好名 賺很多 就很高興 結果呢 老二 老二也不妨多讓 認識個小開 富二代 兩個都嫁得很好 大家想說老三一定會嫁得更好 兩個女婿也都 因為女兒孝順嘛 女婿就也蠻孝順 可是兩個女兒 從小就喜歡比 兩個差一歲 就常常在功課上 從小就比功課 比什麼 長大以後要比老公 你嫁得好 我就要嫁得比你好 你做醫生 我們自己會印鈔票的 做生意會印鈔票 結果 結果老三 他們大家就在拭目以待 看老三會嫁什麼 老三壓力好大 老三壓力好大 結果老三逆向操作 嫁了個郵差 郵差 很不錯 結果後來就是在壓力下 壓力下 他說郵差沒出團 結果他就去 他是在老的壓力下 走去做Sales 離開那個工作 去做業務員 起碼有升遷的管道 可以抽佣 可以什麼 可以賺多一點錢 可是做得很辛苦 可是你再怎麼樣 還是比不過醫生 比不過富二代 不一定 做業務 如果做得厲害的話 因為你半路出家 你不是從一開始 所以說會很辛苦 又背著一個家庭 才開始去做業務 那就很辛苦 結果老大老二 兩家人老是在比 他又換新房子 我也要換房子 然後房子要比大 回家過年的時候 紅包要比厚 然後岳父岳母生日的時候 比打斬罵 有點像這樣就不促 不是 就是兩個 兩個姐姐很愛比 那老三呢 他既然會去嫁 這樣的老公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你眼前都看得到 他們高高在上 你為什麼會選擇 這樣的老公 我想老三的這個個性 就比較 我覺得我喜歡 我跟他合得來比較好 結果他們就是安安分分 反正我們就沒有 不要去跟人家比 就盡心盡力就好 可是爸爸媽媽就覺得 你大姐送什麼東西 你二姐夫拿什麼來 你們送這個 怎樣 就老是酸 對 就老三夫婦兩個 他們每次碰一鼻子灰回來 那孫子也是從小看著說 那些表兄弟姐妹們 都穿名牌 我暑假去 我暑假 我爸爸帶我去巴黎 我們去度假 那我們去日本 我們去看櫻花什麼的 就老師聽到 他們呢 我們也是去巴黎 我們有過關渡橋 巴黎 我們去巴黎 我們有去吃那個 吃那個西枝水 對啊 不要小看那個郵才 我以前曾經去考郵才 我很羨慕郵才的工作 我怎麼說 我退伍 我覺得其實郵才有個摩托車 然後挨家挨戶去送 很單純的工作 然後很穩定的工作 後來我沒有做是因為 我看到郵才總案兩次臉 後來他外遇了 所以我就決定不用了 所以說 結果他們 他們就這樣子默默的 被欺壓了很久 後來老的生病了 老的生病癱瘓了 要麻煩了 要回來拔絲把尿 大哥 不是 大姐他們有啦 有請了一個那個看護來照顧 可是就畢竟不是自己親的 老人家總覺得便扭 就說不要 就不要沒有辦法 因為你沒辦法自理的時候 結果三女兒他就說 媽媽 不然我回來照顧你好了 就回來拔絲把尿 這樣爸爸是因為他那個 他爸爸就那時候中風就過世了 就是媽媽 他本來一個要照顧 兩個老的 然後後來爸爸走了 爸爸走了 那他要照顧媽媽 他就辭掉工作回來幫忙 就完全在家裡面 都老三在過 對 老三在過 要是整期 他那個乾脆就搬回來 不過我講一下 就去考郵差的性格 並不是太適合做業務員 對 好 我們先休息 先廣告 好 有這位逆桑來找廖老師 主要是他媽媽不要拜祖先 對 然後他一直在糾結 他到底要不要離婚 然後他跟我說的這一段故事 就跟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真的是很類似 因為他就是有 就是兩個 他爸爸生了兩個兒子 一個妹妹 他是老大 所以他就是一個弟弟 一個妹妹 那後來就是說他爸爸過世 因為他爸爸是一個生意人 留了很多的遺產給他們 比如說他們三個小孩 就有三棟房子 那後來現金是都給媽媽 那媽媽過世了之後 他就把這個錢分三份 那這個大媳婦就像志偉 剛剛講的一個案例 就是有生大孫 那這個三份的現金 媽媽就分下來就是說 有七八千萬 一個人都分七八千萬 可是我這個客人的老婆 就分到八千萬之後 我說有錢要有錢的觀念 這個老婆是有錢了之後呢 更貧窮 他是貧窮的思想 為什麼 他很不開心 每天都不開心 為什麼 他想到說 憑什麼小姑可以拿八千萬 他都已經嫁出去了 這八千萬應該是我的 怎麼可以這樣子 然後他這個老公就跟他分析說 本來按照法律 本來小姑就可以拿 再來就是說我我女就是說 我妹妹當初爸爸媽媽就有跟我講 就是說因為他的妹妹就是因為身體的關係 其實是不孕的 那爸爸媽媽以前就會叫這個大兒子 跟第二兒子來說 後來我可能會給你妹妹 加一些 為什麼 因為我擔心他不會生 嫁嫁去那裡才會行 好嗎 剛才嫁不準 結果他會擔心 結果不知道生完生的婚姻有問題 那兩個哥哥都是同意的 那這個老公也跟他老婆解釋說 因為妹妹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房子有給他大一點的坪數 但是錢都是平分的 這個老婆就很不開心 在這個財產分了之後 這個就跟每天跟他老公吵架 就說你軟弱 你不好 你不敢爭取 你不敢為我兒子爭取 這應該是我兒子的 人家大兒子大孫 大孫一定有多一分 我兒子怎麼都沒有 本家的錢也會這樣 對 所以我就說他有錢 變成貧窮的思想 那就每天跟老公這樣子吵 吵了之後就是全天的 現在要拜祖先 想要拜他爸爸媽媽 有沒有 他就沒拜 所以他們家開始就沒有在拜祖先 結果他們老公就很好 就像蘇律師這樣子 他很優好 就自己去看 看他拜 可是他事業又很忙 可是他怎麼樣跟老婆溝通 就是溝通不了 要叫他拜他就是不可能 甚至就是說 要去掃墓 他也都不去 而且叫他小孩都不去 而且教育他說 你的阿公阿嬤 不用拜了 他不愛你 就是給他這樣的思想 所以導致這一個老公來 就是想要跟他離婚 然後呢 但是後來 他來問要不要離婚 是他老婆有點後悔 為什麼 因為他老婆有一次跟他老公吵架 就是清明節快到了 要拜祖先的時候 他就不拜 那他老公說 我這幾天有國外客人來 你一定要拜 我沒有空 你一定要去整理 他就不拜 他說拜有什麼用 然後竟然把公媽拿來肚子刺 對 然後那個肚子刺之後 他開始做噩夢 然後婆婆公公來打他 然後他就全身都痛 他跟這樣跟他老公講 久了他會怕 他就有一點後悔 那就有一點後悔 就是說不要跟他老公 這樣吵著要離婚 那他老公反而想要離婚了 來問我 那我就跟他說 我不能告訴你 你要不要離婚 但是如果老婆計較的個性不改 你的人生可能就會一直演變 這樣的一個狀態 對 後來老公選擇跟他離婚 三年後他娶了第二任的老婆 這一個老婆很nice 對他前任的兒子 也非常照顧這樣子 通常第二個都比較好 真的喔